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没有发现这条街 两边的那个建设非常好 这里有没有都被人动了 好多人都在这个吃饭 你看不在那里吃空心 所以你们一定要预留一天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普吉 这里是我坐的青年女色 看一下 我今天刚刚到 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 其实还是蛮累的 然后我现在准备出去逛一下夜市 因为这个夜市是周末夜市 只有周末才有的 今天又是星期天 如果错过了的话 我又得等一个星期 但是我在这里呢 不会待那么久 待个四天也就要去曼谷了 所以呢 我就打算今天晚上去看一下这个夜市 之前在甲米的时候 我看过甲米的夜市 那个地方的夜市 我就觉得太针对游客了 基本上就完全为游客打造的那种夜市 所以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 普吉正的这个周末夜市呢 来之前也看了一些介绍嘛 这个夜市呢 就除了有游客也会有当地人 所以会好很多 现在呢 我就准备去这个周末夜市看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普吉的周末夜市怎么样 ok let's go 现在呢我就准备出发去夜市了 看一下我住的这个周边这个房子 这个挺漂亮的 我呢还得去先换一个钱 因为那个我的钱已经用光了 这个取钱的手续费又特别贵 所以呢 我就只能去换现金了 正好在这个路上好像有换钱锁 我去看一下 正好有个老外在这个范围 已经换钱了 已经换钱了 正好有个老外在这个范围 好okok圈圈 好好的 100美金换3615台铸 ok 3600 大概15 这样的 呃这个汇率呢也还算可以了 现在的汇率中间价是3700 就是100美金可以换3700台铸 呃他这里换3600多 呃还行啊 呃怎么样讲都比取取款好 因为取款的手续费太贵了 所以只能换现了 希望能坚持到离开泰国 现在去看一下周末夜市 周末夜市应该在那个方向走过去 可以走了 哦 这里就是周末夜市了 你看这都封路了 这个夜市因为只有周末才有 所以它会临时性的封路 那车子就得拐到了 慢慢倒进去 现在是晚上6点多一点点 太阳正好下山 看到夕阳了 这个夜市啊 其实从4点多就已经开始有很多人了 因为我刚刚从汽车站里过来嘛 经过这里我就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人 好人真的很多 看看什么叫轮头传动 看这么多的 这种话都好些哈 可以了 这个夜市这个人多都是也多 东西品类也多 好人好贵啊 100块钱一张呢 手咕笑 可以画这种搞笑的画 那他就在这里画这个 我没有只有走 我可以守工艺品 你看这小金桶 这做店的 这个是画 那这卖画的好像很多呀 你看看 你有没有发现这条街两边的建筑非常漂亮 像不像厦门的老街 也都是这种形式的那种建筑 老公的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 你看一看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演唱的 哎呀这个夜市真的太好逛了 我觉得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 除了有游客 他们自己本地的人都会来这里逛 因为这个夜市就完全是开放型的 对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是就是比较包容 不是说专门中间游客的那种 所以这个夜市很好逛 看看 吃的东西也多 等下回来的时候我再买吃的 先逛一圈 从这边逛过去 然后从那边回来买吃的 然后从那边回来买吃的 好多好吃的呀 人太多了 走着走不动到 哦 好吃的也太多了 哇哦 这么大一只 哦 芒果米饭 芒果不新鲜了 哦 看来这里就大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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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就是很高兴 今天是觉得其实 这么高兴 哦 合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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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3 1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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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腿包装好好挖 居然还有个盖子 等下回去吃 现在不吃 水饺 这个水饺不是 这个水饺 这个和朋友都吃过不吃了 鸡花肉 还有排骨 烤排骨是100块钱 因为100克 都是100块钱 烤猪肉前排 烤猪肉 ok 排骨 排骨烤猪肉 这个是什么 嗯 排骨的高度 这还有一半衣服的呢 这个地方卖的东西啊 特别的杂 卖什么的都有 你就慢慢看 慢慢逛 这是卖好长的 柠檬 这不是柠檬吧 这是小橘子吧 也是柠檬 天南田 这个是什么 炒饭呢 烤鸭 本来应该买烤鸭的 鸭腿啊 这个地方是表演的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传统乐器 像你讲的那个鲜花饼 还有这个芋头的 嗯 哇 嗯 这个小鸭 嗯 我想到鸭子 嗯 来吧 嗯 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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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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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嗯,嗯 嗯,嗯,嗯 这个品类也特别的多 价格也算比较公道了 怎么看这是保障夜市 你们来这个普及的时候 这里一定要来看看 这个什么人 用茶吧 应该是茶 应该是茶 卖手果的50块钱一半 这也是水果 这个应该是蓝色了的吧 怎么讲的现在免得这么鲜艳呢 你看看 嗯 应该是蓝色了的 这个手串 脚串 他们太过人喜欢绑这个大手上 嗯 这个是椰子壳做的 椰子壳做的 你看这里的人有多多 越到晚上人就越多 还有专门拍照的 就会不会 吃真 desenvolup 嗯 嗯 我妈的瘦巾 你看这什么呢 这什么呢 铁子 嗯 嗯 然后 我的啊 有啊 我妈妈的 看这里 看看这个房子好漂亮 这个房子真的好漂亮 就是人太多了 你看看这么多人 挤不及时了 但这个氛围真的很好 这个什么呀 是甘蔗啊 水煮甘蔗汁啊 水煮甘蔗 汤汁饭 我给你玩 我看一下有没有人一块钱 这个好像是五块 ok 他应该绳子绑住 oh good thank you 水煮的 啊哈 啊这样的 还没吃过 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这里面就冰冻了 跟那个新生的甘蔗汁完全不一样 有一种那种马蹄脸的那种味道 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感觉广场 感觉广场 我感觉这个像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公园呢 我感觉这个像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公园呢 这种是明显中国特色的 还有这个灯呢 这边还有一个笼 我再买点东西在这两个坐在这里来吃 比如在这里吃比较好 买个东西坐在草地上来吃 或者坐在这个台阶上来吃 我再看看有什么东西 我玩了以后回来吃 是泰国的粽子 这样的 这个是鱼本 这边是鱼身肉 哦 这是 鱼姜蒸面包 黄油砂糖蒸面包 这是不得去喝 在一家里 哦 这是肯定鱼面包 哦 这是黄油面包 黄油砂糖蒸面包 这是黄油砂糖蒸面包 这是蒸鱼吧 蒸鱼 위 蒸鱼 好 嗯那好了 好多人都在这里吃饭了 你看 都在这里吃东西 这就是人有标志可以做 但是还都在这个地方应该有感觉 那更有感觉一点 你看 都在上面去 都在这里了 看来当地的还是很会小地方的 你这样来吃吧 马来的这个黄油的叶膏 就闻起来特别香 特别特别香 它其实就是用那个面包做的 然后里面加了黄油 嗯 它外面是用面包做的 里面加了椰浆 然后刷了黄油 味道还不错 主要是融起来特别特别香 你看看 我本来是想买点水果 但是这边这边还没看到 都是水果果汁 就买水果一切好的水果到那边去买 还不让多数了 感觉更甘甜 它有甜味但是非常非常淡的那种甜味 就是甘甜的那种感觉 就不错 你们可以尝一下 这个买的挺好 它这个好讲究 用这个都插好了 把它扑到地上 看一下 这个样子 好香啊 刚才吃到甜的 现在吃点咸的 嗯 你不喜欢吃烤的东西烤的东西特别香 这个鸡腿60块钱 真的很划算 比起在河外 在甲米 这个便宜太多了 在甲米这个鸡腿这样的鸡腿是100块钱的 在河S80 说明他这个夜市啊 工作是面向所有人 不仅仅是面向游客 我今天晚上大概是花了105块钱 105开足 就20块钱左右 就吃的饱饱的 这个夜市啊真的不错 你们来这个火器旅游的话 最好要留一天是周末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来这个夜市了 因为这个夜市只有周六周六两天才会有 规模真的非常大 整条路全都封起来 就专门为这个夜市 而且它是一去一回 里面的摊位啊非常非常多 就是游客也多 当地人也多 都来赶这个夜市 就跟赶集一样 因为一周只有两天嘛 所以非常难得 而且这里面的氛围也非常好 看看我这里 看看 是吧 你买完东西以后啊 你也可以一边走一边吃 你也可以拿东西到这个广场上面 这个广场上有很多座位 你看看大家都这样坐在这里 哦 这整体的氛围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啊 如果来普及旅游的话 安排行程的时候 比如安排一天做卧的时候 在这里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逛这个夜市了 现在呢我要准备回去了 哎呀这个夜市真的好好逛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预留一天时间 行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吧 拜拜 让你烧家 业 威人 看到你 阿滋 前